音乐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净庭 这次我在天帮中选了一个克里路行 然后换了不及爱自由的女一点点 调皮的老师眼中的坏学生 然后这次也是突破了遗忘的形象 不再像潮原出源那样温温儿呀 温温的就会要更积极更活活一些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4月22日上映的事情 很丰盲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保护心中途但保护不说是吧 一个大电影最近演难一的时候 还是挺紧张的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团队我很熟悉 因为导演跟主编剧 还有摄影灯光 都是我们从那年原来的团队 所以在现场那个氛围下 就会很放松 然后大家都很熟嘛 也会专心地去为了创作去好好的去表演 高翔是一个 他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 他不像潮原出源 他是一个有一定风格的人 但是高翔是属于那种特别自由 然后平时生活也是乱刀刀 就是不太在乎形象那种人 为了更显得我更粗线条一点 我也是提前去借了身 然后故意地稍微吃了比平时要胖一点 在形象上有一个改变吧 包括发型 还有平时的走路的状态 就各方面都要去调整 叛逆期肯定是有的 大家都有清晨期嘛 可能我清晨期会比较早 在初中的时候就很叛逆 然后不太学习 然后那个时候是喜欢练体育 是专门就是学校里面校队 专门练田径的 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喜欢练体育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太爱学习 所以就每天找这个借口 下午就去跑步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轴 然后父母不希望我去走这条路 然后自己就一定要坚持 我说我一定要练 也是在这个期间会跟父母 发生很多的矛盾吧 有一次反正离家出走 就是特别任性 就是摔满走 然后结果第二天 自己也没有什么生活能力 就自己偷偷地又回来了 当时真的是特别冷 因为北戴河的冷 跟北京的冷完全不一样 北戴河它是有海风 然后海风冷凑凑地在吹 我们几个人还穿着 穿着那种特别薄的半袖 然后要去在那个沙滩上 奔跑得特别欢乐 然后我们就会提前给自己洗脑 我们戴三牙 我们特别爽特别爽 结果真的拍的时候 你会有生理反应 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很开心的在跑 然后就会有了镜头 看见我们会有鼻涕 跑着跑着 自己有鼻涕 直直直流下来 然后状态都特别好 但是这个东西就抹不掉 又要重新拍 那天拍了还挺久的 对 我们更像 不像是拍戏的剧组 更像是一个班出游一样 每天 因为我们都特别熟 我们在拍摄前两三个月 就已经大家在一起 就训练 然后会排戏 然后会互相沟通 找状态 所以拍戏之前 我们就已经像同学一样 特别熟了 因为我没有助理 没有经纪人 就大家都是自己背着包 每天去片场 所以就真的像上学一样 每天大脑人姐在 穿上校服 就开始去拍戏 拍戏戏 晚上在一起回来 我们有好几个就是 就是我们同学 就是片中的同学的那种群 然后我们的业余爱好 就是发每个人的黑照 然后我们的表情包全都是彼此的照片 就是各种丑照 没有 因为黑照太多了 开始会有人反抗 就是说 为什么发我黑照 后来大家都已经是那种 生无可恋恋 就已经没办法了 制止不了 因为黑照太多 有 然后还是我们里面年纪最大 就是童哥 童哥的表情包是最多 他天天搜集我们各种各样的绸照 然后往群里发 就是本身没有什么事 他会起个头 就是发一个人的黑照 然后大家就开始跟风 就把所有照片又翻出了一遍 所以就怕是最坏的 姓名 姓名白剑廷 年龄 年龄二十二 年龙 身高一八三 年龙 六十二公斤 天平 最久的男人 阿姆 最久的年龄 比昂斯 最艺人单曲什么的歌曲 走马 现在是两千老人 我爸妈 最害怕的东西 我最害怕蘑菇 最不喜欢食物 蘑菇 最近特别痴迷的东西 特别痴迷睡觉 好好练习 一般般 理想型是女的 是女的这些 觉得自己是标准的 不是吧 胆量 挺点懒的 最近的状态就是 跑路演 我们大家所有人 都是拼了命吧 因为我们已经到目前为止 跑了大概有三十多个城市 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其中也有很多人冰倒了 然后像红衣 它最小 它有肠胃炎 然后最近也是发烧 观森也是都发烧了 但是我们都在坚持 为这个戏在不断地跑宣传 因为我们确实很希望 有更多人能去看到 我们这个戏吧 其中没有明星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 号召力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的 这点微薄的力量 去跑更多的城市 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个戏 然后能够去喜欢 去支持一下 我说两点吧 首先我们片中的不要脸 其实不是指说 咱们平时生活中 说这人不要脸 说的不要脸是那种 不要面子 就是你在青春的路上 不要太有包袱 做爱自己的梦想 然后我觉得我最不要脸的 就是我去年上快本 然后唱了一段Rub 然后被大家各种吐槽 结果因为前几天 我们又去录了快本 我又很后颜无耻的 又唱了一段 结果又很失败 我应该反思一下 是不是下次不要再这样 我觉得我挺进行的 就是人生的每个阶段 我都有 就是自己又叛逆过 然后高中的时候 又有好好学习 然后大学的时候 又为了自己的理想 去不断追逐 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 所以我觉得 我的青春无悔 我觉得我自己的笑点还挺高的 所以我会看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就会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微博都是开心的 就看到我就想笑 因为我跟大老师特别熟 之前参加过节目 然后最近也经常见面 他忽然现在人气暴涨 然后也有很多采访片团被扒出来 然后那个北京人 我也是不是看了好几遍 觉得特别有意思 不能说所有人都那样 但是确实我生活中会有这种人 就是一做就开始就这样 但是他还是有夸张的成分 就是账 举起 然后比较直接 有话有什么说什么 就不会周连眼 然后藏着有什么话 叶着给你使小劲 都是最直接的方法跟你去交流 刚才说到举起了 现在再教大家举起 因为我不是北京城里人 所以我北京话说的也不是那么标准 我教大家几去怀手话 我们怀手我管腰带叫裤腰带的 然后被子叫贝尔 然后管流水的那种河道 我们叫干渠 然后反正就是这种土话比较多 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方言 像早上叫赏话 然后晚上叫后上 就这种话 然后我只会这一点 Lady go 我经常会想老etter的评论 kis界有美 拍的本集感觉丝 最终发生不会让我回头长 像被你做的女孩子感觉 这个演技又可以逃避我一个放弃眼前 我说说存了很多等级的感觉 提起小我真随便美国同学也能得到 真的点一脚 我有时候不太懂我家粉丝的女人 如果乌鲁管我借钱 我有多少我都会借 虽然你常很爱看的笑 但你去黑历史的话 我感觉就乱了 我想算是个黑历史 那个黑历史我觉得就是 反正已经那样了 我也没法改变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因为没做过女孩子 我也不知道做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对啊他也借不了多少 因为他平时他妈管他还特别严 只是给他几十块钱 所以我俩出学的时候都会 就是我请他 因为最近青芒要上了 确实有很多不好的评论 但是我看到很多白哥在留言 然后在写了很多影评去支持我们这个戏 然后支持我 我也真的挺感动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4月22日能够去再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电影 如果真的好的话也希望分享给朋友 然后最后说一句我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尔,原因可以这样 如果真的从来回去 也 Aidicu 没有想要 因为这边 要不要看我 我别看我 然后再看我 太阳 我要看我 你 我是 我 你 感谢观看